不好意思 妳的餐廳好了嗎 那樣總共是120元 老闆不好意思 我要用這個行動支付 好 現在就可以了 像我這樣子 不用掏出零錢或是鈔票 只要透過手機 就能完成的非現金交易 在疫情時代越來越好 以這家早餐店來說 開業三年 業者半年前加入非現金支付行列 一開始每個禮拜 就一兩位客人使用 不過現在光是一天 就至少有10人要求非現金支付 上班族可能趕時間 他們在點大量外帶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去告知金額 多少錢 對 所以有些客人他會習慣 想要直接拿整數或是 如果說三六五 他可能就不好找 對 他可能是直接拿手機出來 他們就會非常方便 非現金支付有多夯 根據金管會統計 今年第一季支付比數 高達12.95億筆 消費額1.43兆元 比去年同期成長10.85% 如果以消費額來估算 原定2023年的6兆元目標 今年有機會提早達證 其實疫情人跟人的接觸 店家他也不想要跟顧客能夠直接接觸 所以店家也不想要拿現金 或者是找零錢 因為大家都想要避免接觸感染 在這種前提下 店家只好採用非接觸經濟 以往小店家怕被政府追稅 成了政府推動被現金支付的阻力 現在疫情當前不管是客人還是店家 都把健康看得更重要 盡量降低現金接觸風險 也讓比經濟上機 逐漸擴大 今天我們在陳志邦採訪報導 將會负金牌周邊 carries 財政黨從北翠盧 標籍 6兆元